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 叫做希腊艺术的玄同望我之境 关于希腊艺术 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 他这么说的 他说抒情的天才 独能感觉到一个画景象征世界 从神秘的玄同望我之境之中产生 他讲到这种境界 另有一种色彩 一种因果 一种疏度 与静观万象 秋毫不爽的造型艺术家 和史诗诗人的世界呢 绝不相同 他就把这比喻为 是梦神做梦的梦 梦神用月桂姿 出动的灵感 致使呢 抒情诗人所描绘的画景呢 不是别的 正是他本人 然后他又说呢 尽管抒情诗人啊 高谈自我 却不是清醒的实践中的那个我 而是潜藏在万象根迹之中的 唯一真正存在的 永恒的我 而凭借这个永恒的我的反应呢 那个抒情的天才呢 就能够洞畅万象的根迹 这段话呢 挺玄的 但是我们却可以把 尼采的这段评论呢 可以用两个词 来加以表述 一个词叫做理想的追目 还有一个词呢 叫做象征的异象 他所反映出的呢 正是希腊艺术的深层结构 当你面对一件件 与神一样不朽的 希腊艺术品的时候呢 那种完美的 圆融的独特的感觉 那种带给你 恢复清真活力的灵性喜悦 实际上呢 是把你置入了 那个带有魔力的 经过艺术修饰的 画景象征世界之中 宛如你看到 刚从那个 波美索斯河 马拳 或者呢叫 俄尔美 俄思拳 沐浴过的 那些六师女神们 生披的夜间的浓雾 她们在一起呢 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唱起了动听的歌 这样一种至高的 赫里孔山上 由艺术之神发出的声音呢 给人带来一种 透彻的情感体验 一种空灵的 神美喜悦 它激起了 人的生命转化 转化 最后呢 在理想与现实的交接处呢 自我显现 变成了自我消失 人的知性 和感性 结合了 产生出一种 精神上的永恒 所以我们说啊 那个艺术家 主观的抒情呢 所造成的那种 突发的情绪 即便会在某个 稍纵即逝的 瞬间中消失 消失 却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 得到永恒 玄虫望我之境 筑起的一种美景 使得艺术呢 不在影蓝游浮 与自我之中 却在万象的根基之中呢 找到了 自放它高尚情感的 那块地方 那么在说了 这样一个开场白以后呢 我们就来说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叫做理想和美 希腊艺术的意境表述 希腊的艺术的要素啊 就是理想美 理想美的特殊魅力呢 就好像是一朵 含苞玉放的鲜花一样 展现出人类的 全部的活力 让人在神美喜悦中呢 走向高少 这种清净又陌生的情感 带来一种奇异的感觉 它宛如希腊多变的那种自然风光 是人类身上的各种美好的品质呢 得以显现 这样一种理想美的魅力呢 既甜蜜又可爱 通过他最自然的 最普致朴的语调呢 实际上就倒出了艺术家 比如说波塞东青铜像 米诺的维纳斯神像 还有呢 立于奥林匹亚神庙里 奥林匹斯神庙 东边的 那个圣灵女神们的那个像 那些作品的作者们呢 实际上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用一种情感的方式 来和我们呢 进行直接交流的 也就是说 他们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 一种高于生活的一种理想 靠什么呢 靠情感 在那个希腊的艺术品当中啊 人物的雕像呢 占有一个很大的比例 这一点后来文艺复兴也学去了 文艺复兴的很多作品呢 都是以人物像为主的 因为对于希腊艺术家来说呢 人的美 是否是一切美的之罪 天才的创造 是否就只在关心人的美丽 对于那些艺术家们来说啊 万物之中啊 人才是最为美丽的 艺术的造诣 在于如何乱 冰冷的大理石说话 变成能够使人感到的 一种人的体温 人的情绪 你要在冰冷的石头上呢 来表现出这样一种东西呢 非常困难 只有这样 才能向我们传递真情 这样的人的知识 手势 也都是能够被观众接受的 即使观众经过 那个一般性的考察 就是没有专业性的考察 他们也能够从雕像那里 感觉到一种亲切的问候 天使般的梦想 以及英雄战胜邪恶的那种力量 这些雕像好像是活着的 不但能够说出一种甜蜜的 奥秘的 真正的人 一旦他们的精神在我们身上流过 我们马上就感觉到一种情感上的温暖 一种创新而过的暖流 乱人们呢 血液燃烧 就像太阳 在夏天的天空中燃烧一样 这样一种理想的美啊 就好像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圣火 首先呢 就是一种对自由的歌颂 这样一种对人的自由的歌颂呢 又连带着的是对人的高哨情操的歌颂 你比如说 那就是 河马 苏格拉底 布拉图 共同 宣扬的 希腊艺术族旋律 整个的希腊精神 实际上都是在一种 湿化了的意境中 来歌颂自由 他煽动起一种 九神 迪奥尼索斯 叫人陶醉了的魔力 他让那个苏格拉底 从容的旧意 让数学家彼得拉斯 最新于对于素质的狂欢 还让那个住在木桶里的一个 劝辱学派的一个哲学家 辛安里德 获得一种什么呢 获得一种灵魂离开躯壳 有如船子解蓝的那种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呢 人体的美丽啊 带来的是心灵自由的撞击声 结果却引发热情的狂欢 和那个快感的共鸣 在这种自由魔力的自卑下呢 希腊人陶醉了 同时也高尚了 陶醉和高尚 激情和崇高 使希腊人呢 变成了沉溺于强烈情感 和无限崇高之中 无法自拔的英雄 他们双眼的高高在上 为了自由根本无视 那种在刀锋上的危险 和即将来临的命运的惩罚 希腊人需要有一种 酿造自己文明之久的教母 那就是自由 一旦品尝过这样的烈酒 清澈甘美的清泉呢 也就显得非同一般了 希腊人的男性雕像啊 展现的就是英雄 向生命的极限挑战的 伟大气概 具有超能力的英雄 在转胜即逝的冒险中 心甘情愿地去冒险 他们对于理想的忠正 激起了艺术家们 采用最为大胆的手法 来为他们做表述 你比如说 以海神 波塞洞青铜像为例 那个青铜像啊 作者呢是阿尔塔米西翁 是公元前四百七十年的人 这个铜像呢 现在也在雅典的国家博物馆里 我们以这个铜像为例 那个铜像的波塞东啊 和真人一般大小 全身的肌肉是奔紧的 两手向左外两侧外伸 做投掷战斗状 这种在大理石像中 不可想象的造型 却在青铜造型中呢 以青铜像的方式呢 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还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 那就是著名的 制铁饼像 它的作者是米龙 米龙是公元前 四百四十六年 到四百四十五年 那个十年中 大概做了这个作品 那个米龙啊 创造了运动造型的 一种典范 艺术史家是这么称呼它的 说那是快速运动中的 肌肉收缩和放松的结合 这件作品呢 是在对立的平衡中 找到了和谐的原理 所以大家评价呢 是非常之高的 这就是力和紧张 与自然主义风格的 完美统一 无疑是西兰男性雕像中 最具特色的代表作 当那个制铁饼运动员啊 刚要把铁饼制出去的 那个刹那间呢 动人心弦的激情却凝固了 因而呢 丝毫不缺乏稳定感 所以你这是很难的 你既要表现出一种运动 又要表现出稳定感 但是这个艺术品呢 是做到了 艺术历史学家 苏珊 伍德福特 对此呢 做是这么评价的 他说这是一个 无声的圣经啊 然后在我们心里 却激励其 因为激励 产生了去完成 这一动作的欲望 好像他铁饼还没有制出去 我们要帮他去完成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艺术不仅是力度的 和紧张的张狂 他还透过表现 而进入到了 生命脉动的 制作之中 在人的力量 得到深刻表现时呢 那个强力和紧张感 已经呢 退居第二 因为英雄 是太知道 怎么激起强烈的梦想了的 在他所追求的理想中 成长的稳定 成长和稳定 正是生命极限中 赢得胜利的宝照 这个话很难理解 我们很难理解 既要表现个性 既要表现运动 又要表现稳定 同时在一件作品里 你要做出这么个东西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么来理解 你比如说在自然界中 有两棵树 一棵树呢 注意养复它的根基 同样的树啊 养复它的根基 经常的吸收养料 结果就长得很粗很壮 还有一棵树呢 不注意养复自己的根基 结果就变得很脆弱 一阵风刮过来 那个长得很粗的树 动也不动 还有那棵呢 就摇摇摆摆 那个动也不动的那棵树呢 就显示了它的个性 所以个性实际上就是风格的一种稳定性 那么我们再来看 男性是力量的表现 紧张自然主义力度的表现 但是女性却不一样 在希腊的艺术作品中啊 女妇女呢 交致阴质薄发的男性 就显得大为不同了 这里更加突出的 是女性特有的美 和她们风韵中的音乐性 比如说希腊有个 古希腊有个作家 叫做卢奇安 他对艺术家 所雕塑的 雅典那像 做过精彩的描绘 那个卢奇安这么说啊 他说呢 那个像太美了 这实际上是出自自由 那个 出自那个理性女神之手 说呢 当那个艺术家工作了 她是从别的作品里 取下一个头 最美的头 其余却不要 她又从别的地方 取下一个头发 前二 双眉 眼睛 然后眼睛呢 又是秋水式的眼睛 她有缘缝不动 还有就是手 又从一个最美的地方 取下手 从最美的地方 取一个双 双侠 嘴唇 然后牙齿 等等 也就是说呢 她那个女性的美呢 不是从一个地方得来的 而是各种的美 集中起来 拼凑起来的 一个理想的美 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样呢 才能够体现出 肉体美和精神美的 互相结合 从而产生出 真正的美 那么我们来理解 她的这些话 比较复杂 她的这些话的 一个真正的含义呢 就是说呢 我们是用理想做话的 我们的话 不仅是有理想性 还要有精神性 还要有一种理性 只有在这些都 完美结合的时候 才能反寸出 古希腊女性 人像的最基本的特征 那种唯美主义的追求啊 假如你去分析它 你就会发现 它的原则实际上 是极其简单的 只不过是要用 最崇高的笔触 来刻画女性的浪漫 和她们的天性美 并且要尽其所能的 把你所能感觉到的 那种东西 完美的结合起来 艺术家似乎不曾 仔细规划 或者理性的盘算过 那伟大的女性活力 就自然而然地 焦住在那些 那个大理石 或者是她们的 那个青铜雕像上 女性们自然流露 出来的情感说服力 和她们的衣服上的 那个折盖 都显示出温柔同情 让人感到她们 就是妇女们呢 是一次又一次 参与了世界的创造 尽管那个希腊艺术啊 曾经深受古代 以埃及风格的影响 我们却有必要呢 来分辨希腊的那种独特性 那种独特性就在搞平衡 在一种极度的诱惑 和极度的克制 或者说极度的紧张 和极度的稳定 之间呢 搞一种平衡 所以她那种平衡啊 和埃及的平衡呢 是很不一样的 在埃及 她的那个平衡 是以对称 为原则的 而且具有浓厚的 宗教说明思想 在希腊 却强调在现实之中 人的生命力的 无限的极限 给我的感觉来说呢 一个是觉得 你要把那个 人的那个 一种东西呢 变成永恒固定 然后复活 但是希腊人呢 却是向上走的 他是把人的生命力 完全的奔发出来 然后呢 与神接近 往天上走 所以呢 当埃及人呢 强调灵魂不实 精心在制作木乃伊的时候呢 希腊人却坦然的 面对死亡 因为他们把死亡 看成一种哲学 用来振行 自己的生命力 当埃及人 力图建造 极其坚固的金字塔的时候 希腊人却雕刻出 举世无双的 美丽的人体雕像 希腊的这种 追求理想境界的 精神情操 对他的建筑风格 也不无影响 无论是希腊的 立足加衡量的那种神庙 和神庙上的装饰 还是普通的民居 都保持着自然 庄重的现实风格 奥林匹斯神庙 它建于公元前465年 到公元前457年 它那个神庙的门廊上啊 有很多浮雕 那种浮雕呢 都是表现英雄的 充满活力的 它比如说有 阿特拉斯安安详的带给 赫拉克勒斯金苹果 有那个赫拉克勒斯的 保护者 女神雅典娜 在背后用手镇静的 沉着的在帮助英雄 也有朴素 却又生气的和神像 也有英雄与牛搏斗的 壮烈茶面 也有英雄与半轮半马的 怪兽的格斗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呢 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的 诸神 都是非常入室的 他们不仅是理想化的 英雄的表述 也是不断地 与格纵艰难险阻 进行斗争的 希腊人的真实的生活反应 希腊人艺术品的 这种抒情风格啊 体现了人们 对极致美的渴望 它抚育了万物 一种极度的诱惑 和极度的克制之间的动态平衡 这样一种艺术 抒情风格 热情而奔放 出成了人的灵魂上的 无限的升华 它折射出阿波罗这个光明之神 和灿烂之神 掌管着的人心的 内心幻象世界的奇妙色彩 抒情的天才 记录了希腊人的理想 一种最高的真理 与最不可琢磨的日常生活 好像是截然不同 换言之 希腊艺术家 具有超常洞察力的人 他们是一些 具有超常洞察力的人 通过最敏感的神经 和最细致的感觉 结识了那种 令无数英雄血脉沸腾 为之现身的意境 在这种意境的魔力下 人们似乎在精神岛上 偏然起舞 仿佛天生就是神秘的冒险虾 色彩和意象 好像冲进了生命之中 平淡的生活 在理想的造谣下 被精心制作成 神灵般的极限美 人们保持住了精神的亢奋状态 人为的境界 人的境界 借此得到了圆满的提升 我们不禁要去想 在尼采的美学理论中 他那种古希腊的所谓舞蹈 他其实不过是一些 在歌造物的团体 戏剧也是这样 一群人在那里悠然之地跳舞 唱歌 演戏 不管是绘画 不管是音乐 不管是戏剧 尽管不是那么具有情节 却让我们随着音乐和情绪波动 尼采呢 他是用日神和酒神 来表示两种方式的 他说酒神呢 是控制人的情绪的 日神呢 则控制人的技巧 希腊的悲剧 一般都有教导的作用 比如著名的 有一个叫 尔迪普斯王 那个戏中的主人公 杀父取母 显示出一种 悲剧性的道德的权戒 但是那个尼采呢 又发现 人们在看戏的时候 注意的 并不是那些道德的权戒 而是故事的情节 比如那个尔迪普斯 是如何被抛弃的 如何流浪的 最后又如何成为国王的 这时呢 人们受到情绪的强烈左右 而不是受到道德的支配 这样就有了艺术的两分法 一种是受情绪控制的 艺术交流事件 就被刚才我们所说的 被称之为 梦神用月归制出动的情感 另一种则是受理性支配的 艺术技巧事件 它让人物 按照和谐节奏的原则 互相联系 情感的力量和美学的力量 给予了希腊艺术家 创造极致理想美的双重保证 使其能够在玄同望我之境中 创造出永恒的艺术品 这样一种用情感进行交流的方式 令我们感到很惊奇 它却是希腊苏情艺术家 特有的一种创新直觉 这样一种创新直觉 之所以合理 是因为它是从必要之中产生的 创新直觉 我们说直觉什么意思 我们说跟着感觉走 这是直觉 但这个直觉呢 最奇妙的地方 莫过于它既低于概念和结论 又高于概念和结论 因为呢 它所指向的 却是一幅全新的图像 直觉不是被动性的 而是繁殖性的 直觉既有一些神秘 不可琢磨 它的光辉呢 就往往是其所欲理解的理想世界 没有理想世界 直觉可能永远处在休眠状态 即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 但是有一天 当它与鲜明的真实世界交流式 它就苏醒了 它不得不创造 出现了一种 一些类似于精神的 呸牙般的东西 另外当我们谈到直觉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直觉非本质 它不是概念 也不是本质性的结论 也不是具体的经验 直觉是一种非常细腻的 非常敏感的洞察力 却能够甄别 真实与仿茂 诚挚与虚假 正直与交流造作 直觉是从来不说谎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直觉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存在 它指向打动情感的心灵 是这个意义上的一种意志 直觉也许是一种主观和客观 隐悦和明朗 交替出现的感觉 直觉这一能够打动情感的独特的东西 有时是单一的 有时也许是复合的 当它在隐悦之中 反映出一种境界的时候呢 那种隐悦性就开始展现作者的主观性 紧接着直觉变成了知觉 感知变成了利益明确的作品 当艺术家的主观抒情 与被把握的事物进行交流的时候 这种直觉是无处不在的 最后呢 主观和客观相置换 通过那个作品呢 直觉开始表现客观性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比喻吧 比如有个艺术家 他要做一个盆景 他首先在内心中 有一个关于盆景的理想类型 然后第二步他去找材料了 他真的去做了一个盆景 但做出来这个盆景呢 往往是哺乱他内心中的那个盆景 最后呢 他拿出去展览了 他就给他起个名字 那个时候就是第三层了 这个第三层呢 他的特点在哪里呢 特点就是他内心中的那个 理想类型 那么在希腊有个哲学家叫布拉图 布拉图就反对 艺术家应该直接模仿生活 他认为艺术是高于生活的 所以艺术家应该直接去描写 他内心的那个理想类型 当然布拉图又走向了那个先念论 他把那个理想搬到天上去了 他认为那个理想类型啊 要天上去寻找 但是他就说 你的艺术家应该直接的模仿 那样一种理想的类型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先讲到这里 我先看你